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个说人口学就是人口数 这个数有多少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范围 那么然后再说这些人口的特征 那么这个人口数量研究它什么 研究它为什么上升 为什么下降 那么这个上升和下降这个原因有哪些 那么一般认为呢 人口的上升或者下降的一个有物虚的原因 也有物实的原因 物虚的原因呢 比如说大家生多少个孩子啊 每个家庭生多少孩子啊 那么整个社会这个看看人家是什么样啊 这个大众心理 这个经济的环境 这个就业呀 这个生活情况这个怎么样 这个教育环境怎么样 孩子的未来的这个成长怎么样 这些原因呢 是我们认为它是物虚的 很务实的原因是呢 这个医疗卫生的那个 这个对于产妇 孕产妇的出职状况是什么样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另外呢 整个社会是不是给提供一个让人安全 安定生孩子 养孩子的这样一个氛围 这个我们说它往往是很小很虚的 但是呢 我们说决定人口这个大事 往往是一些很小很虚的 它成为一个务实的原因 相反呢 那些根本性的 是不是这个物质的奢华 那些呢 教育水平 教育的环境好不好 那些往往认为是根本的东西呢 往往我们说对于生育来讲 它不是特别特别根本的 这是呢 我们说这个人口的这个增长和下降 这是牵动任何一个国家 这个它的这个这个牵动一个国家的 那么这个上升与下降呢 都是呢 特别要值得关注的 除了关注这个数量 人口学的关注核心就是数量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再关心这个人口的那个分布情况呀 这个以及人口的流动情况 这个人们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的问题 人群的文化问题 然后再会分析这些东西 那么整个呢 人口啊 那么它是一个很综合的 那么也是呢 这个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重大的问题 那么当人口不是问题的时候 大家忽视它 一旦是问题呢 又重视它 但是重视呢 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过程 人口的上升与下降 它的影响因素呢 有时候也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么就是 我把这个手表拿一下啊 那么有一个叫马尔萨斯的 这个 这个我有一个上根 我有一个小手表 要看一下 往往拿出来 那么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首先我们说 这是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 这个人口理论 也是指导我们国家 这个 我们曾经批判过它 也呢 认可过它 在我们中国呢 对我们中国的人口影响 是一个重要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学术和人物 马尔萨斯 那么我们首先打一个标签 他现在看着 错误的 很错误的 那么他 首先说他这个错误里的呢 我们他也是有他正确的一面 他当时 他要说自己错误 他就不提出来了 也不会流传给世界了 那么是这样认为 那么 这个 他认为呢 这个生活资料的供应 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呢 他认为是指数般的 爆炸般的迅速增长 而生活资料增长呢 是 这个 是呢 这个 生活资料增长呢 是 顺数级别的 缓慢的增长 那么同时呢 在马尔萨斯增幅那个时代 他有一个叫 这个 有个理论 叫做呢 叫做 收益递减规律 他管的叫规律 那么那个时代 马尔萨斯史上 他是个政治经济学家 他是一个 传教士 那么他按他的 经济学观点说呢 这个 如果很多因素是固定的 这个 很多因素固定的 人增加到一定程度 刚开始增加人 这是对于整个 这个是正向的 但是增加的一定程度 那么成为一个负向的 他成人的增加 成为一个消耗品 他不再增加这个效益 不再增加这个产量 不再增加收益 不再增加这个 整个社会的价值 那么成为呢 人增加以后 成为消耗这些物质财富的 这个因素 而不是生产财富的因素 所以说到一定程度 他要减少 他不能再增加了 那么他是根据 这个经济学原理 首先说这个经济原理呢 到今天 他也是有适用领域的 他不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他呢 用来指导 他的人口学理论的 这个 他作为人口学理论的根基 那么他也假定 他说呢 这个土地的生产能力 能打多少粮食 它是固定的 劳动者的劳动效率 也是固定的 所以粮食的产量呢 也是固定的 他认为这些东西是固定的 固定的 既然固定了 如果你吃饭的人多了 那么就会造成最后大家呢 而且你人越来越多 这是指数班的增长越来越多 那么会造成大家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那么就饥饿 饥饿就会产生的争夺战争 战争就会毁灭人口 饥饿也会毁灭人口 人的健康 你们讲穷人下渐也要消耗 这个减损人口 那么 与其让战争 饥饿 疾病 来消灭 消耗人口 减少人口的数量 还不如我们人类 自觉的 主动的 不省于那么多人口 那么呢 这样呢 他社会是和谐的 美好的 所以说提出观点的人都是本着善的目的 所以我上堂课讲过 从中把法西斯也列为 齐德勒的法西斯 德国的法西斯 也是 目的是善的 如果刚开始他目的不是善的 怎么能动员那么多德国人 疯狂的加入那样一个战争的行列 他都是想解决的问题 他是善的 但是我们说善不善 你这个理论善不善 你这个行为善不善良 他不是以你的个人意志 也不是以你的 那个 那个 当然你的主观意志 我们 我们无法无法得知 你说了你的主观意志 我们也无法相信他 我们最后呢 是拿 这个要拿结果来检验你 拿你事情的发展的这个过程来检验你 是不是善的问题 马尔萨斯 我相信他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也未必是恶的 也未必是陷害人类的 但是呢 我们说经过未来的检验 尤其今天的判断 我们认为他的东西是错的 首先 为什么土地生产能力不是固定的 土地的生产能力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 他的翻倍 他也是指数般翻倍 能力翻倍的 我们中国现在有个大量的改造 土地的这样一个投入 我们说土地的生产能力 他也是 不是固定的 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我们说现在大量的农村人口 包括世界的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劳动人口在减少 那么他的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是增加的 同时呢 很多的人口也不是牢牢的扎在土地上的 他也是往城市去迁移的 工业化迁移人口 当然工业化迁移人口 他有吃饭才能迁移 粮食的产量到今天 我们一说中国十几 十三年连增长 十三年连续增长 我们说现在粮食产量呢 也不能给他定一个封顶的一个数值 也没法说出来 我们说这些因素都在变 那么我说马尔萨斯他当时发明这个人口理论 确立这个人口学理论的时候 这个就不成立了 所以说他呢 我们管他是错误的 那么马尔萨斯的理论 那我们说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早期呢 我们国家呀 是这个 马尔萨斯的理论呢 在早期啊 那么我们是批判他的 批判他的 在金融国建立的早期呢 我们是批判他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又认为他正确 所以呢 这个也 也不是因为他正确 我们的 实际上是 我们后 我们的 我们后来话说呢 啊 马尔萨斯啊 他是1766年到 生于1766年 死于1834年 是个英国人 他是传教士 啊 他的 他今天仍然常名在 英国的一个 这个 教堂 教堂 还是 那样的一个墓地里边 啊 那么他已经 他是 他都不是现代的人 啊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今天呢 只能说是 拿他的观点呢 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例子而已 啊 一个例子而已 啊 那么 我们今天呢 这个逐渐的放开 这个生育政策啊 那么让生育呢 逐渐回归他 这个正常的 正常的样子啊 那么这是呢 关于人口啊 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谈这两个 人口学 我们就谈这样两个问题 管理学啊 那么这是那一门呢 这个现实性啊 实用性很强的一门呢 呃 学问 呃 他的应用领域很广 啊 那么 我们来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呢 管理学 概述 那么 管理啊 它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啊 管理呢 它也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什么叫科学艺术统一 科学 你差一点也不行 啊 那么他讲究 非常的这个精准 而艺术呢 你说你这个绘画啊 啊 多 墨 墨 墨 浓一点 淡一点 你的唱歌唱 你的声音高一点 低一点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 是非 对错 那样一个标准 啊 艺术是 啊 他的判断标准呢 是 是很 很难 很难说清楚的 啊 那么我们说呢 管理呢 是在那个科学 艺术之间啊 其实有点像政治学 政治学也是在科学 艺术之间 这样一个 找一个恰致的点啊 我们说 这是呢 管理科学 所以说管理科学 它不是那种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也不是呢 艺术科学 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啊 这样一 这样一门 学问 和 和 和工作方法 那么管理呢 叫运筹帷幄 讲究的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那么在管理过程中 一个干练敏捷 啊 那么 这是呢 它的管理的目的啊 是为了提升效益 这是它的最大目的 那么 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说一下管理学 这个词译 我们很少做这种词译分析 就是关于这个词啊 其实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啊 怎么历史产生的啊 它的词译来源怎么样 怎么样 一分析能分析 好的老师 我们讲一门课 有时候这种词 能分析一节课啊 我们很少做这种问题的话 分析 但是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这里说的很好 我们呢 挑一个 拿过来 首先说这个管字 中空贯通的长条物 有管字啊 这称为管啊 管 那么这个中空贯通长条 这形 引申为呢 是有规范的 你什么东西 气 液体 只能在这个管 管道里边走 规范 有准则 给你圈好了 准则 是有规律的 那么这个管啊 这样一个中空的管子 我们把它引申为呢 规范 规则 准则 法规 这是管 然后动 如果这是名词的管子 动词的管子呢 还有呢 主宰啊 我这个东西 这个能控制 控制这些气体液体 那么我也是主管 同时我也包揽 你必须在我的管子里边 通行 包揽你 这样一个含义 这是管 然后理呢 在它的词本意是 整理土地 整理土地 雕琢玉器 治疗疾病 理病 有这个词呢 病理 咱们把它变成病理了 这样一个词 那么这种东西 都是在处理事情 做事情 那么引申为呢 处理事物 所以在管家里 就是在一定规则情况下 的处理事物 那么它引申为呢 就是管辖疏通 约束指导 这是呢 我们中文管理 这样的这个词的词一分析 那么第二问题 管理学的这个 这个研究对象 我们说管理学呢 它是呢 为了实行的有效管理 管理学呢 它研究管理活动过程的 这个概念方法 既研究理论 概念 原则 规则 规律 研究方法 具体操作方法 所以说它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 那么是呢 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 我们说这是管理学 管理学呢 不是实践了 它是呢 总结出来的理论 它可以应用实践 那么管理实践活动 多种各样 形成了多种 专门的管理学方法 比如说这个 这个公共事业管理 这个人力资源管理 那个军队管理 学校管理 医院管理 科研院所管理 那么我们说 由于管理的领域很多 那么自然也分化成 不同的管理学 比如说 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军队管理 教育管理 旅游管理 医院管理 交通管理 物资管理 财务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 会分成很多门类管理 那么我们所说的 这个管理学呢 它所研究的对象 是呢 各个不同领域里边 那些管理的现象 你不能 不管你什么领域 管理现象是相同的 不管是军队的管理 还是呢 这个科研院所的管理 不管是学校的管理 还是企业的管理 管理那个 管理那个现象是相同的 我们只研究这个相同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不是研究社会科学中的某一领域 而是研究所有领域的管理现象 管理现象 所有领域的管理现象 这是管理学的研究 研究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就总结这个 它的这个规律 方法 那么总结好以后 它上升了一种管理学的一般原则 又可以反过去指导具体实践 具体实践又在 又在补充和修正 这个一般原则 那么大致呢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关于管理学 大致就这样一个学术上的 和实验上的一个过程 那么具体讲几个问题呢 就是儒家的管理思想 我们的儒家管理思想的 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本 管理的核心 它是人 是最大的核心 那么管理的载体 用什么来承载这个管理呢 是人 人呢就是爱的意思 爱 亲 亲人 爱人 这是人载体 管理的手段 为什么呢 为政以德 主张呢 以教化 那么手段来感化百姓 从而呢达到治理的目的 那么他 他写句话呢 叫做 为政以德 那么呢 这个 道之以政 其子以行 民免而无耻 如果说你 这个 老是用行政的犯法 用刑罚的办法来处理人 老百姓 老百姓呢 这个只能说 被动的规规矩矩的 但他没有什么廉耻 但是如果说你道之以德 其子以理 以道德作引导 以呢 这个社会的礼让 礼貌 这个社会的教化 为 为那个 统一的对象 那么呢 老百姓呢 有廉耻之心 且自动的 规规矩矩的 所以说他叫 为政以德 而不是为政以行 或者说也不是为政以利 也不是用利益 或者刑罚 这些东西 来诱导 这个整个 整个老百姓的 整个国家的 那是为政以德 这是呢 他的这个 管理的手段 那么管理的途径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 就是为政以德 它包含着呢 正人正己 我们说管理者 这个就是统治阶级 管理者 他的德行 他的行为 是很重要的 为政以德 对老百姓 是为政以德的 同时呢 也对官员 对管理者的德 道德 也要进行非常高的要求 就是注意管理者 自身的德行 怎么注意 就叫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那么修身 就是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 其家呢 那么就是呢 引申到家庭管理 然后才能 治理国家 然后 就是社会管理 天下太平 我们说古代天 就天下太平 层层眼尽 不可或缺 那么也不能跳跃 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儒家的管理思想 那么道家的管理思想呢 我们说 管理规律是什么 就说呢 这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么我们既然说道 就是指呢 社会的运行规律 那么管理 它不是凭空管理 也不是按照自己的 头脑洞思路管理 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 按人的规律 按社会的规律 去呢 因时因地 因人而异的进行呢 有效的 针对性的这个管理 我们说这是管理规律 管理方式呢 它讲究 我们说 无为而至 你无为来达到治理 不干那些事情 达到管理的目的 那我们说 它说道常无为 那么无为自治 那么行的 管理者呢 要呢 触 无为之事 行的不言之教 这个无为经常会说 我啥也不干 可是干等的 不是的 不 无为是什么 不干那些不该干的 而要对于该干的 要勤奋地干 认真的干 拼命地干 这才叫管理 不言 不是你是傻子样 不说话 不言什么 对不该说的 不能说的 一字不说 充耳不闻 对应该说的话 使劲说 拼命说 不停地说 这叫无为和不言的 真实含义 管理方式是这样的 拿我们今天话 什么 叫做有地方师 有针对性 解决问题 不犯空话 不说空话 不做空事 不做官僚主义 不做形式主义 那今天话 是这样说的 那么管理艺术呢 他叫反者道自动 他特别强调这个 管理过程中 叫做挫折困难 和那些反对你的声音 和那些异常的行为 异常的动作 异常的思想 他很注重这个反字 我们说反呢 是大道该变了 这个反呢 就是反 这个因素诞生了 正是世道变了 时代要变 环境要变的一个契机 你要抓住它 那么反是道的 是道的核心动力 它是变化的东西 那么 这是说我们 这要求我们注重在 管理的时候 注重那些挫折问题 那些呢 麻烦 要注意它 对这些注意 然后呢 弱者倒自用 什么意思是弱者倒自用 弱呢 我们说新森树 婴儿 都是很弱小的 很渺小的 真理 不是像 断电了 来电 大家灯一起亮了 一个楼来电了 都一起亮 真理 它刚开始是 掌握的人很少 能够认识到对的人 很少 真理呢 它是刚开始 都是很弱的 我们说管理者 要注意这些 弱的 弱的这些东西 它恰恰代表着 新的生命 代表着新的 代表着未来 它代表着真理 我们管理呢 就是预见 就是提前想问题 那么恰恰这些 比较表现比较弱的 它是 蕴含着真理 所以说 守弱 守弱呢 不是守弱呀 是眼睛拼命观察 头脑拼命思考 弱在什么地方 什么是弱的 那么这才是符合 是未来发展的 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呢 道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的管理思想 这个 我韩非子的书呢 完整地看完了 看的时候很有感触 但是看完了呢 又马上又 又觉得不太懂 也不太会用它 那么很显然 我这个老师这个人呢 他不是这个法家 那种类型的人 但是这个法家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法术是三党 这个对管理的 他也是 是非常的 非常厉害的 管理制度 他讲究法制 咱们把它 不是靠人 其实 把人的这种随机 感情的因素 去掉 把它凝固成法律 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我用一个客观的东西 来管理你 来约束你 他一下就把 这个 我们说 我们说 儒家说 讲究人 人的单理人 加个人 就是人 从人 从二 就是 他认为 管理是咱俩之间的关系 这个法家 他一下子 把我这个管理者 和你之间 压就隔开了 你接触不着我 你接触的是 僧僧僧僧的法律 这个条文 他这样来 就是法治 就是上法 而不上贤 贤是掌握法律的人 掌握文明的人 掌握制度的人 这个制度的人 躲在后边 用这个管理制度 来约束人 这是这样的 管理技巧 他讲究这个 有术 这个术 当时 叫做 就是有一道 咱们拿金针话 说有办法 有套路 那么说 他这个术 是了不得的 当时看着 我非常明白 这个办法真灵 但是过后 这些术 我都不太会解释它 总是很厉害 那么 管理权威 权威上 他讲究呢 帝王 只事 关键在有事 这个事 有一种气势 有一种 那么我们说 不太会解释 我也不太会解释这个事 那么我们说 就跟他 我这个法解释的 我就让人解释通的 我不面对你 我要法律面对你 同时这个事呢 我是帝王 我是大领导 我是了不起的人物 你甭想挨尽我 你只能 看见我 那点光辉 你只能 闻一点 我的味道 你根本 触碰不了我 我这个东西是 弥漫的 很大的 那么这时候 他有一套 这套东西 法术寺 营造出来的东西 本来实际 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说 帝王将相 你有总乎 六亿神州 接摇顺 谁都是帝王 但是 他要营造出来 唯我 唯我的那种感觉 我是你的主管 我是你的领导 他要营造出这样一种 让你认可 让你呢 清新的认可 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种管理呢 这叫法家的管理原则 只能议会 我也不太会讲 这些东西 兵家 打仗为生的 以打仗为生的 兵家呢 是讲究 克敌制胜 你老打败了 打什么打呀 怎么打胜仗 所以说 他的管理战略呢 是以谋略为中心 打仗 军人不是 不是动动上来就打的 他更讲究谋略 谋略第一 依靠积谋取胜 那么最 最厉害的 能战的人 是不打仗 不战而屈人自兵 那么是 把这个 这个东西做好 而不是真的去打 去打 没办法了 才会 才会打 那么我们说 知己怎么打 知己知彼 这个谋略不能光想着自己 把自己想的 看的也特别 得掂量的特别清楚 更得要掂量去别人 那么就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 制定正确的谋略 那么实现呢 那么胜利 胜利者的这样一个尊严 那么管理策略 就是呢 叫做因变 因变之胜 我们说人是变的 情况是变的 你的策略也要不停的变化 来适应那个最新的环境 我们说军队打仗 是迅息万变 包括环境的因素 迅息万变 抓住战机 这个速战速决 有的呢 不能打 我们是持久战 那就要打持久战 有耐心的打持久战 发出战机的 迅雷不及掩耳 打那生死的决战 我们因变而至上 那么管理方略 它讲究呢 其令文其武 提出分级管理 一级一级管理 这样一个 这样那么 符合管理 是什么原则 那么决策的准则 那么我们说 管理呢 它是一个决策的 运筹帷幄的 那么传众的决策的 最优的原则是 就是最优化 实现 接踏欢喜 最佳效益 那么我们说 其实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说 外界环境不停地变 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有限 那你得像一个精确的计算机一样 不停地算 然后不停地拿出 你的最佳方案 又不是固定的 拿完了 还得拿第二个 最优 你因为最优嘛 所以这做不到 我们只能说 按照令人满意 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原则 来处理这个事情 大家满意 情况上可以就行了 这是决策准则 那么说 应该突破 管理的边界 那么 有一些管理 它是不列入传统范围的 那么没过分说的 我们说情感管理 我们说人是有情感的 情感决定心理 心理的情感 又决定行为 决定思想 好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情感问题 也要注意这一块的管理 那么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呢 我们说这个知识 不是管知识 而是管理呢 拥有知识的人才 尤其呢 这种高科技企业 或者重要的这样机关 那么是知识管理 还重要 危机管理 是说呢 居安思危 有危机呢 要有预案 要很好的处理它 那么 有限原则下的 管理 我们说古典经济学啊 为什么说 它那个假设错 人是理性的 那么我们说 这是这个 而且人还得绝对理性 那么这是错的 那么人呢 又不是绝对不理性的 也不是绝对理性的 它应该是 人是有限的 人是一个 有限度的理性 那么事情变化 却是无限的 那么我们说 同样 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能力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而事情变化 却是无限的 那么只能呢 最优解答不到 只能是以尽私管理 我们说呢 以人满意度为主 这种 我们说管理 它是有缺憾的 管理呢 没有绝对 就在这里 我们说 为什么管理 它是艺术 不是一加一 必然等于二 不是 非常 非常确定的 我们说 它又不是像艺术那样 特别的 自意妄为 特别的没有标准 特别的 特别的那个 这个难以言说 管理呢 又是和人事物 和现实息息相关的 它又有标准 我们说它是 要掌握它的这个度 那么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战略权变 与战略柔性 就是博弈管理 那么 这个 我们说管理者 面临经济因素 也面临社会因素 同时也面临 他个人的情绪心理 包括他的文化 包括他的 这种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 等等 他的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我们说 结合管理了 自己的特点 还有外界的因素 非常的复杂 那么在这种复杂之中 怎么样制定 自己正确的战略 而且还有管理 我们说这种博弈之难 博弈之难 它是 有时候难舍 就是一个取舍 进退的问题 博弈之难 尽显 管理的这个魅力 它是一个 其实一个 高弹度的动作 第十二问题 我们说一下 这个北宋定位 修复皇宫 这样一举三德的 这样一个实力 那么北宋时期的 这个皇宫着火了 着火了 怎么修这个皇宫 还有个问题 第一得有大量的烧砖 得取土 第二 除了这个砖 可以就地取土 但是好多石材 木材得从外地运 这个皇宫 它不同 当时是水运为主的 但是卸到 它这个水道 卸了以后 距离皇宫 还有点距离 还得重新搬 然后这个皇宫烧毁了 怎么这些建筑垃圾 怎么处理 所以这有三件事 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定位呢 就是在皇宫位置 挖一条壕沟 疏通这个运输材料的渠道 把这个皇宫边上 变成那个港口码头了 直接可以把县材卸过来 那么把这挖 挖沟的这个土呢 烧砖 然后建好了以后呢 把这些建筑垃圾 填埋在沟里边 重新把它恢复 这个城市里边 这种都城的 这种正常的路面 我们说一举三得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 它其实叫 这个运筹学 运筹学弄得比较好 这个定位呢 也是 据说它也是 会计学的鼻祖 所以我们说呢 这是呢 这个管理学的一个例子 第十三个问题 就是三种管理人才 我们用那个扁确 与这个魏文王的故事呢 来形容三种人才 扁确问 说你们家三扁确 有各个兄弟 说你们家三个 家兄弟三个 医术都非常高明 那你说谁最高啊 那么 他说呢 我大哥最高 我二哥呢 其次 我是最低的 反而呢 魏文王你怎么名声最大 他说我大哥呢 往往见人啊 别人还不知道 他有病的时候 他就给别人去治了 所以说 别人都不知道 他很有本事 但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 我二哥呢 是看见人家有小病以后 才能给他 才去给他治好治疗 所以说 我二哥这个本领呢 在我们乡村周围 很有知名度 而我呢 都是人快死了 不行的时候 我去给治疗 大家都看着我 穿针引线 放学 什么服药 弄得很气色很大 觉得 哎呦 这个人最厉害 是这样的过程 我们说 这三种医生 都必要 都有效 那么 这种管理人才呢 也是分为 这样三种的 那么 那么我们说 他并不分一个高低上下 都必要 都很有 都很重要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说 这个民主学 这样一块内容 民主学呢 我们说 他的目的是呢 浏览 古今中外 各个族群的 社会文化 那么他主要 偏向这个现状 这个社会嘛 他的习俗 是什么样子 第二点 理解 不同族群的 信仰和价值观 那么看看 他的内部 他的这个 信仰 他的这个价值观 人的这个 他认为什么 有意义 他的笨头 他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点 第三点 认识 不同族群的 生存环境 以文化传统 那么看看 他的这个 周边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 他过去的什么 文化传统 是过去什么样子 他的周边 他的外围 我们说第一点呢 看着他的现实 第二点呢 看看他 看看现实的 外貌的样子 看看他自己 这个族群的 内在的样子 第三点呢 看看他这个族群的 外围的样子 和过去的样子 第四点呢 目的是干什么 我们看了 前面三点 干完了 干什么 目的干什么 要协调 不同族群的关系 让他们更好的交流 和沟通 形成呢 融合的 我们中华叫 中华民族 大家庭 这是这样一个 观点 那民族学呢 这是我们中国 叫民族学 但是在西方 在外国呢 经常叫文化 社会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 这是和民族学 是等同的 这样一个词汇 那么 我们在民族学呢 只谈一个 问题 就是北方 民族创造的 森林文化象征 我国北方呢 这个是以森林草原 为基础的 这样的民族 他创造了 使用森林草原环境的 这样一个文化象征 比如说匈奴 他呢 这个有 敬畏森林 每年定期祭祀树木 回湖 和土爵流传着呢 巨树之丘 产生南婴 从而呢 成为族群的始祖的神话 蒙古族 那么他呢 相信 那个高高的桥木 令人敬畏 他的与地下的 棋带相连 尚可深知天际 这样一个大树 是呢 沟通天地的阶梯 另外一个蒙古族的 一个族群啊 他说呢 宇宙之中心 大地之肚脐上 耸着的一棵 最高最大的树 我们说他 他就是蒙古族 他肯定没到 池到那去 他就觉得地心 中心 大地也有一个肚脐 在那长一棵大树 离他很远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树梢上 祝了天神 如果把牛一般大的铁球 从 牛一般大的石块 从大树顶上往下抛 要五十年才落到地下来 这样一棵大树 那么他很崇拜他 这是想象中的 这样一棵大树 那么他和 当然和周边的 这种环节也相关的 他周边有树 满族 那么这是我的 这个 我是满族 满族 东北的满族呢 把柳树 看作生命之神 再生之神 柳树被神化为 族群的十足女神 女神通过柳树 创造了一个民族 柳枝是女神的象征 也是生命培胎的象征 人和万物 是由柳叶化生而来的 我们不知道 有个字叫 无心茶柳柳成音 那个柳枝啊 随便折一段茶地里 就可以长出一个 新的柳树来 我们说 这个 古老的民族 他有这样一个 或者宗教 或者巫术 或者是这样一个信仰 或者是有 图腾存败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说 你要这种科学的官方 追究 我 往前往前追 一定有一个 生我的创始的人 但我们曾经讲过课 如果你用理性去反思这种无穷大 比如说无穷大的数 我说是五 那你马上可以说六 那他说六 我马上可以说七 无穷大的数是什么 你说是一万 我马上可以说一亿 无穷大的数是 是我们都说出来的话 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它 那我们说 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这样一个民族 我们说与其那样 就认真去找 追根 真的以科学方式 真的像追根 还不如 拿我们每天每刻 都能看到的一个柳子 柳叶 作为我们的 作为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神 神灵来崇拜 还不如这样来 更有意义 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这种柳树柳叶 随处可见 它有完强的生命力 插上就能活 而且随处可以飘扬 所以这个柳树 是在整个中国也是 在南方 我看到也有柳树 它不仅是北方的树木 虽然南方柳树不多 但也有 它可以存活 但有些树木 在南方是不能存活的 所以说我们说 它用它来象征生命 这是它的民族的 这样一个特色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说人类学 人类学 推荐树木是人文类型 费晓通一翻译的 所以人类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它都是相通的 那么人类学 研究人的生物学特质 与社会特征这段关系 人有生物的一面 它有生物的 按照生物自然进化的一面 也有社会化的 文化的一面 就是人有物质的一面 精神的一面 那么这两面都要研究 同时也要看 这两面什么关系 那么这两面 可以用两个词 叫做体制人类学 这是偏向物质的 偏向人的生物性方面的东西的 文化人类学 是偏向人的社会 和精神方面的 那么体制人类学 它是自然对人类 生理特征的影响 以及人的进化 它是自然环境 怎么作用于人的体制 人的体制 又怎么要适应自然环境 这是体制人类学 比如说 古人类的考古 那么这些东西 那么体制 人的进化 这些东西 现在文化人类学 是从文化角度 那么研究 这个考古 这些文化特征 从精神理论研究 那么广义的人类学 这个体制人类学 就是从生物的角度 研究人类的 那么考古学 那么出古代的 过去人是什么样的 一步步 我们怎么过来的 语言 语言 我们说 它是留存到今天的 那么用语言 作为线索 可以追击以往 展望未来的 它也是这种研究人类的 一种载体和办法 社会文化人类 从精神方面 社会方面 来研究人类的 那么在这种研究中 人类学研究 我们说 它的重点 又不在现在 现在的研究 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科学 都研究人类 研究社会 所以它的重点 又不在这 所以它的重点 是在过去 远古的人类 这边发展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过去的 证据和素材 非常少 既然非常少 还要研究 那么只能用什么 补充呢 用自己的大脑 用我们今天的思维 来补充 很稀缺的这些证据 所以 这个学科 非常注重 非常注重 个人发挥 和专家的这种 这种阐释 我们说 这是它的学科特点 这是人类学的 学科特点 这个学科特点 也使得 它有一个缺点 实际上 人类学的学术意义 实际意义不大 我们中国 有些学生 到国外去留学 由于我们中国 人类学的嗓子 不是特别的通用的 大家也不是 就觉得 听着很了不起 很文雅 那么其实一学以后 我们发现 这套东西 听着很高大上 很了不起 但是它的内涵 和学术意义 实际意义 不太大 不太大 那么问题 也没办法 每个学科 有不同的特色 这就是 人类学的 这个特色 没办法的 那么我们谈一个具体问题 就是呢 这个牙齿和骨骼 与呢 人类进化 与呢 文化 那么这是我们从 从体制 从生物性的人的角度 来探讨文化性的人类 它两种之间交互问题 首先说牙齿越锋利 这样的化石呢 越早啊 越古远啊 牙齿呢 这个 因为当时呢 这个人 这个智力不够 还要用牙齿和别的动物搏斗的 吃的东西也很粗糙 也不好咬 所以它牙齿锋利 练得很锋利 后来呢 牙齿弱化了 不需要 我有工具 不需要用我的手和牙去和别人搏斗 那么呢 牙齿开始弱化了 吃的东西呢 也开始呢 逐渐的软化 会用火 牙齿软化了 那么脑容器 同时就增大了 智慧更好了 依靠智慧来生活了 所以说人口的越原始 牙齿很锋利的时候 那是很原始的 人口密度低 它没办法生产那么多人 生不出那么多人 人口密度低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呢 互相关联默契越少 靠自己本能 那纯是靠自己啊 靠自己本能来生存 但是呢 随着这个人这个进化 脑容力增大 增加之后 人就有更多的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 人口增加了 人多了以后呢 在同一地区的人和人的密度就大了 接触也多了 要这样就处理人和人的关系 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呢 那么就产生了文明和文化 一步步更加促进这个人类的智慧 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人的这个人与自然适应提升 那么它是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这个公词啊 我们说既然人类学啊 有一派观点是从人的进化 从生物特征上来研究人的 那么自然呢 像这个主要是西方啊 主要西方他们的观点呢 我们西方今天也弥漫着种族主义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现实的差距 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意识的 外在的这些差距啊 那么是由于这个生物本能造成的 那么由于这个不同的种族不一样 所以呢 形成这个差距现实如此之大 这是他的西方的观点 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观点呢 我们中国啊 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是没有发明现代科技 没有发明基因这个之前 我们中国就从古居住认为呢 不同族群 不同地域的人的差距 它不是那个人的问题 而是那个周边环境的问题 我们历来都不是从人类 拿人来说话 就是那就是把人定死了 你就是另类 我和你就是另 咱们不是一类 咱们我是人类 你是非人类 我们中国从早就不是那样来 判断人和人的关系的 所以中国的民族观是不同西方的 那么这种民族观 也用我们今天的现代科技所证实 那么现代科技证实呢 全人类基因基本是一样的 那个差别只是你这黄头发 我是白头发 他是蓝眼睛 我是什么黑眼睛 这个差别是非常渺小 非常外在的 基因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之所以造成今天的人和人 说着不同的语言 有着不同的习惯 有着不同的信仰 有着不同的风格 有着不同的特点 这是他所处的文化环境 所促成的 我们中国一直讲究呢 只要这个教化到了 教化到了 大家都是都是没问题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也是 我们说中国为什么 当时对社会主义 对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立刻就拿来 就引进来 为什么今天 我们提共产主义 稍微少了一点 但我们今天提了一词 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我们中国 老这样来看待问题 我们认为呢 人和人没有那么本质的区别 国家国家也没有 那么大的矛盾 世界应该是 本来是 也应该是 也一定是 共同体 所以说中国是 总当这个教化大统的 用教化 用文化 用交流 来实现 我们共同的融合 融合也不是 我把你灭掉 我们说是 我们是共同的融合在一起的 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观点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内容呢 就讲这些 讲这些 好 同学们再见 好 同学们再见 好 同学们睡觉